哈喽 我是凯雷 那我现在实际上拿着的这台手机呢 就是独家升级 已经升级了华为EMUI11 Beta版本的华为P40 已经被我抢天拿到了 耶 那EMUI11现在是还没有到大的手机啦 我手上这个呢就是Beta抢先体验版罢了 那官方有讲这个EMUI11 会跟着到时Mate40系列发布的时候一起来的 所以在正式版来到之前 我先帮大家体验一下 到时真的来到的时候 你们就懂有什么新功能了咯 我自己现在就整理出了五大新功能 我们开始吧 第一更多Beta的Always On Display 那Always On Display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大多数手机都有的啦 华为也是早早就有了 但是呢是一些比较正经的图案 比如说时钟Design啊 不会动的这些图案啊这些咯 那来到了EMUI11 就加入了更Beta更不正经的东西 比如说可以动的图案啊 看这个鹿动了咯 啊这个菜工人动了咯 这个羽毛动了咯 月球动了咯 比如说自己写的Joey Kelly语录 花若盛开蝴蝶子来 做自己的女王 不要低头眼泪会流下来 或者也可以提醒自己今天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记得还傻慢 那么肥了你来吃小月 不要放肆 不要放肆 这样放我放 一挽过去手机就像欧巴的脸 人生和其好 不然也可以放自己的照片啊 或者适合男女朋友的合照啦 你要更Beta一点 可以 它里面都有一些原本就有了的图案 这些图案全部都可以根据你今天的style 去搭配你 比如说你今天穿蓝色 你拍一张身上的衣服 这个图案就会自己辨识成我身上的颜色 像这个紫带是粉红色 我拍一张 看它就会变成粉红色的搭配 Fashion You know 第二个新功能 Flooting Window 也是你们最喜欢的 可以同时开几个App的方式 之前以MUI10的时候咯 其实已经有了的啦 但是咯 它就是一个Bar 你拖出来 开启另外一个App 放了 关回去 整个感觉就好像Laptop上面 平时我们看到的Task Bar这样子 现在这个新功能叫做Flooting Window 意思就是说它多了一个Floot的功能 开启新的App 看到吗 上面这边多了一个minimize的按钮 你不要用的时候 你按一下 它就会瘦小成一个小小的圆圈 这圆圈呢是可以拖来拖去 调大调小 它整个就像Facebook Messenger 我们看到的那里圈圈的感觉 而且咯 你开几个App 它都不会乱的咯 你按一下切换 它就会整排巴跳出来给你选 那如果你不要了啦 你就直接Drag下去 Delete 搞定 我已经亲自试用过这个功能 真的很不错 第三 更厉害的notepad记录功能 就是有时候啊 我们看书看书的时候觉得 哎呀 这段话 讲有人生道理的 我必须抄下来送给我的朋友 但是你又不想用笔抄哦 这时候你就打开这个notepad新功能 文档扫描 对着你的书 scan 就好像整个scanner这样 拆了一份 今年的notepad了 重点 这个还可以edit copy paste 修改 都没问题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就是中国品牌的手机 怎样哦 都是对中文比较精准一点的啦 你看到我scan英文的啦 就 错字比较多啦 可能 它英文不好 呵呵 第四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华为share 也就是手机跟电脑一碰即喘 现在也有了新生气 那我们先讲回EMUI10的时候呢 手机tap一下华为电脑 就连过去了 file啊 照片啊 影片啊 notes啊 全部都可以drag来drag去 不用table 不用連wifi 也不用google drive过档 但是来到EMUI11 除了原本的过档之外 这次还可以分离 就是比如说 你按一下你的朋友Albert的conversation 它就会跳另外一个窗口出来 是独立的 是分开的 感觉就像你有两台手机 但是其实它们是同一台 是可以互相connect的 第五个就是rain tone EMUI11 要让你人生过得更快乐一点 所以它在铃声 跟震动方面 变得更加beat 它会跟着你的rain tone的旋律 去震动不同的beat 就好像二重唱 好啦 其实EMUI11 还有很多小小的新功能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讲完啦 我只跳了这五个 我个人觉得 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特别有用的新功能 来讲解不了 那其余的话呢 就等大家 等正式版来到体验了之后 再自己去发掘吧 不要讲懒惰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like 分享 然后看很多很多次 我是肯仁 下次再见 拜拜